大家好,我是大野猪,感谢大家的点赞三连支持,让我们看看今天的消息吧 来了来了来了,终于来了,2.7将登场的两位新角色,也是我们的新老婆,叶兰,九七人 我的天哪,一下子又是两位新的女角色,对于我这种XP玩家来说,简直就是致命的打击,原始没有啦 这种情况下,只能依靠一下玄学了 这里先祝所有点赞三连关注的朋友,小body不歪,十连双簧,抽卡圆梦,把角色武器全部带回家,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叶兰,首先又是一位水系角色 然后放大以后,我们来看一下胸前的挂坠,大家看,像不像一颗骰子 再加上叶兰的这个外形,反正我个人感觉,她的性格有没有可能是八重和北斗之间 使用什么武器暂时就没办法猜了 这是对于叶兰的介绍,天地一渺渺,优客自来去 燕妃建议我们把她当成普通人,说明叶兰的身份绝对不简单 卷入麻烦的人都期盼遇见她,想让她成为自己的同盟 这些人都遇见过顶着不同身份的叶兰,每一个都自认为与她达成了合作 但是每一个也被蒙在鼓里 真是一个充满神秘的女人啊 啊不行了,这个水太深了水太深了,我的原始远远不够了 接着来看一下九七人,戴了一个黑色的面具,充满了神秘感 浓浓的人者风格,雷系 从这个武器来看应该是单手剑 哎呀,和克勤一样的雷系单手剑 估计出来以后肯定会拿来和克勤对比 不过我估计定位应该和克勤是不一样的 如果真的是雷系单手剑,九七人很有可能是四星 那么叶兰应该就是五星了 这是九七人的简介 他学识渊博,文武兼备,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他来到荒隆派以后,帮派的业务扩展到了各行各业 法律咨询,商务洽谈,宴席承办,衣室定制 简直就是全能型人才啊 哎,说到单手剑 大家还记不记得野猪前面视频中提到的 九七人曾经来离月流过学 而长久爷在他的小说里面描述了 古华派有一位来自稻妻的小师妹 然后古华派是使用枪和剑的 九七人用的是单手剑 难道说米哈游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在暗示了 既然九七人在2.7登场 那么伊斗在2.7复刻的概率就非常大了 因为两者必然是有剧情联系的 然后按照顺序还有宵宫万叶可力 这是野猪我早前进行的预测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原始远远不够了 现在又不能去菜市场吸硬币了 所以让我们一起好好努力工作吧 都看到这里了 野猪向大家求一个一键三连 祝所有点赞三连的朋友 抽卡圆梦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感谢大家的支持 关注野猪每天会带来新的资讯和福利 谢谢大家